热力示射的森巴女郎 节奏明快的森巴谷 带动现场气氛 超过20个社区协会 与公民团体来参与 不管是受邀展演 或是竞赛的方式 再在呈现创意主题滑灯 或立体造型 服装造型与舞蹈等 生动多远的才艺表演及特色 以实际我们葡萄的 它的颜色把它展现出来 服装我们就大概以荔枝 立志的部分来呈现 呈现我们北斗堡丹普设施的盛况 又加上了一些灯光还有灯笼 我们这一次做这个 就是同学大家及时广益 然后真的是很用心 就利用我们的资源 废物再利用 才做出这样的作品这样子 出席的县议员们表示 在这后疫情时代 大家无形中都产生的距离感 适逢元宵小过年 借由社区热情到底来共同祈福 大家一同闹元宵 也借由点灯仪式的新火相传 延续及传承传统文化 有一个寓教娱乐的一个功能 让孩子们知道元宵节的由来 现场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来宾 这么多的民众一起来参与 就回到以前那种闹元宵的一个感觉 借着这个新火相传这个仪式 可以说继续演续这个思续 让我们所有社会台中 大家贵一个好的心情 也能够教导我们的小朋友 以前的荣业受惠跟旧时代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在物质规乏的时候 能够展现出很多传统记忆 各社区民众集思广益 透过制作道具及服装 以及所编排的舞蹈 还有许多的小朋友也来参加 大手欠其小手 是最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传承 希望在各界参与 及共同推动下新火相传 发展成为在地特色民俗节庆活动 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最大的收获就是 大家会及时广益 来想出自己的特色出来 然后借由这个活动 也可以来观摩别人的特色 别人的好玩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机会 然后大家的向心力更强 然后更有凝聚力 有这样有比较像过年的感觉 一件一件的成品一直完成 越看越高 新人有成就感 主办单位表示 元宵节是重要的传统节庆 希望借由具有文化质感的灯笼DIY 及创意造型表演加年华活动 将公益与民俗节庆结合 记者洪一轮炒臣采访报道